真的是久违的难得好天气 微风轻浮 艳阳高燥 温度也是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6-7度 所以今天把家里面大部分需要晒太阳浇水的花草 都搬到了露台上面来 把它们搬到露台上面来吹吹风晒晒太阳 尤其是浇过透水以后感觉它们都精神了好多 尤其是我这颗小木槿 之前因为天气太冷一直没有赶给它们浇水 叶片已经发粘往下搭了了 那么今天浇完水以后风一吹太阳一晒 觉得它又精神抖走了 我的这颗孔雀厨鱼 前几天温度特别低的时候 即便是把它搬到了温暖的室内 它的叶片也还是捏捏的没有什么精神 但是今天把它搬到露台上面来 稍微的晒晒太阳吹吹暖风以后 叶片上面又补了一些水 它似乎又找到了春天的感觉 昨天还有一位花友问我 说家里面的墨兰是养在十度左右的室内 如果是给它叶面补水的话 那么几天补一次 如果是进盆方式补水的话 那么是多少天才能进一次盆 鉴于不同的区域环境因素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只能说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墨兰 如果是给叶面补水的话 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天气 我一天可能会给它们喷个两次的样子 就是早上九点钟以后喷一次 那么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再给它们喷一次 进入盐冬以后 我家里面的墨兰我就没有再给它以进盆的方式补过水了 如果要补水的话 要么就是用喷雾的形式 要么就是这种浇灌的模式 像这样的浇灌 也是要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温度偏高的时候 最起码最高温度像这样可以达到十几度的时候 我才会给它们这样浇水 如果是温度比较低的 而盆土又非常干燥了 那么我基本上就是以喷壶喷水的方式 给它们稍微的补一些水 因为在我们长江流域这一块 又没有暖气 那么冷空气也会经常的到访 如果还是采用浸盆的方式 盆土过于潮湿 很有可能会造成它发生冻害 小心为上吧 冬天想要养好植物实属不易 就连给它们浇一边透水 也是要看天气情况的 所以今天在给它们搬到露台上来之前 特地看了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预报 还好我们这边最近的几天都将是 艳阳高照温度在十几度以上的好天气 大家如果是没有暖气的情况下 想要给植物补水的话 切记一定要确保给家里面的植物补完水以后 三五天之内不会发生大降温的情况 不然的话那很容易就会让植物发生冻害 直接挂掉的好了那今天